這兩隻個人十分推薦大家抽賣 遠距離打手吧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玩一隻新遊戲 聖劍傳說 Echo of Mana 遊戲在4月27日推出 今次的聖劍傳說移植到智能手機 玩法保持2D動作遊戲 並且今次手機版支援多人共鬥模式 第一件事當然就介紹遊戲的手抽系統 今次遊戲刷手抽是非常佛心 我們只需要按右上角的選單 然後返回標題畫面 先按右下角的Support 有一句就寫著 剷除玩家資料 我們只需要按確定鍵 就可以馬上剷除帳戶 剷除完之後我們再點擊螢幕 點擊完遊戲畫面 就會有個確認鍵 要跳過新秀教學碼 按時就可以馬上去到刷手抽的畫面 一開始會有三星角色 當我們抽完三星確定券 按右下角 對了 這個禮包 我們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水晶 當有水晶之後 馬上去到抽卡環節 去到抽卡環節 直接用完水晶就可以了 足夠大家20年抽 以及官方是免費送你一張四星券 接下來介紹一下 到底哪一隻四星角色是值得大家抽一抽 個人來說有兩隻T0角色 第一隻限定蛋池 豪快劍閃 盜蘭 盜蘭的好處 必殺技 十字型 技能會有破防 令到劍術的傷害提升 令到對方體力值打35% 但另外自身加霸體和體力值 以及這隻角色的生命值 力量 體力 都是全部角色來說 最高的六位屬性 所以基於他的大招 技能 有一些加防 提升傷害 六位屬性高 所以判定為目前的T0角色 然後第二隻T0角色 跨越無數離別的希樂 希樂的必殺技都一樣 突進迴旋斬無什麼特別 最特別的地方是技能 技能可以自帶回復效果 回復力140% 簡稱 又是打手 又是奶媽 另外技能可以令到自身霸體 以及體力值上升 緩護技能比較特別 使用完必殺技可以令到自身霸體 以及普攻 提升40% 其實緩護技 我覺得這兩隻T0角色 都不太吸引 最吸引是哪一隻 個人另外推薦兩隻角色 邁向故鄉前進 波波爾 而波波爾最特別的點 不是近攻角色 是遠距離角色 非常適合拉打 以及打Boss做一些風箏 波波爾的必殺技 遠距離攻擊 不需要在Boss面前施放 因為大家要留意 施放必殺技 是有機會被Boss造成一波傷害 技能是可以做一些火屬性傷害 以及提升自己的智慧 這隻角色也是玩智慧為主 另外玩物技能最特別 使用完大招是自身回復25%的HP值 另一隻推薦大家練的 開花結果的魔力 安傑納 而安傑納的好處就是必殺技 無事距離 只需要點一點招必殺技 直接打到對方身上 沒有距離限制 極度之推薦大家使用 技能碎兵擊 提升水屬性攻擊力 自身的智慧值 以及如果敵人HP50%以上 自身提升12%傷害 對了 這兩隻個人十分推薦大家抽 遠距離打手 以及一隻遠距離法師 有了這四隻 不得了就可以馬上開局 讓大家看看我目前的情況 這隻遊戲分別可以上六隻角色 所以我會上一些三星角色 三星角色有一隻 也是非常推薦大家使用的 就是這隻 大家抽不到四星奶媽 不要緊 有三星奶媽給大家抽 所以三星券大家可以抽下六堤 他的技能就是有頭鎚 提升魔法傷害 最重點就是治療之光 可以回復100%傷害值 這就是關於我們的隊伍配置 另外遊戲裡面 也可以有一個裝備系統 裝備系統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打關卡掉落 同一套裝備 會有額外的能力值提升 例如這套梅樂絲 三套效果是可以令到體力值提升 一些兩星的裝備 棉衫 裝備者的HP值提升20%等等 除了裝備之外 也會有記憶寶石 記憶寶石 大家可以理解為卡片 來提升角色的能力值 大家可以看的地方 就是看他的加乘屬性 即是力量值體力值 智慧 還有看他的輔助技能 打倒敵方時有20%機率 能回復全體成員 HP值最高10% 每一張卡都會有額外效果 特別是兩星卡 因為兩星卡你突破之後 是可以令到你的輔助技能提升 例如這個減傷13% 因為已經特異了 再升上去的就會減傷提升15% 所以兩星卡 都建議大家不要賣 拿來突破是最實際的 然後關於體力值 分別有黃色和藍色 到底這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按右下角的任務 任務欄主線劇情 大家可以看看 是會需要利用到我們黃色的體力 困難模式都是使用黃色的體力 而到底哪一樣東西是需要利用到藍色的體力呢 就是培育 大家就會看到 所有培育的關卡都會使用藍色的體力 大家就要分清楚 這些材料關卡 主線劇情等等 裝備迷宮 都會有分不同的體力值 亦都有裝備的迷宮 素材的迷宮 分別有6個元素給大家刷材料 而記憶迷宮就會刷回記憶卡的強化素材 還有每日培育的任務 每日只限3次 大家就要盡量推到最高層數 角色培育方面都會有分三種 角色強化 角色進化 角色突破 首先就是角色強化 除了強化角色等級之外 亦都可以強化角色的六維屬性 六維屬性例如MP值 力量值等等 需要用到的素材 就是去剛剛培育的地方 刷相關屬性角色的素材 不同角色有不同屬性 所以大家就要衡量 到底你是土 水 火 暗 還是光 而刷對應的關卡 基本上介紹完這遊戲的玩法和系統 還有一個地方大家可以留意 第二就是使命 使命大家可以理解作任務 例如每日任務 成就任務等於普通任務 賓果就是關於一些新秀前置任務 解散的話 會有三星角色給大家獲得等等 好 影片到這裡結束 希望幫助大家了解這遊戲的玩法 不同功能不同系統 以及究竟選擇哪個角色開局 最重要 大家有興趣的歡迎加上好友 到時有個多人模式 可以和各位觀眾互動一下 還有其他東西想知道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方便接收最新遊戲資訊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